居住在纽约中国城制高点孔子大厦的前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说 每天早晨打开窗户都会发现新的建筑比比皆是 但他说这些被称为高档化的新楼 多数都在中国城传统地区的外面难以进入老城区 这不仅因为老城区已经化为历史性社区 而且因为纽约中国城的独特性 所有重要的历史性社团都在老城区 现任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的于金山说 纽约中国城有七八十个社团 他们是社区稳定的力量 同乡会 姓氏中心 地区中心 通通在这个地区 这些会馆都有他们自己的财产 都有他们自己的大楼 他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 把它改建或者把它取消 他不论将来是不是居民减少 但是他永远将是中国人活得中心 老城区难以被城市的商业发展撼动的 另一个原因是 这里超过80%的住户 都是受政府政策保护的低收入家庭 911后在纽约中国城 从事商业改进的陈作周说 他说在老城区建的最后一栋大楼 就是孔子大厦 建于1970年代 亚美法律与教育基金于去年10月发表了一份报告 警告包括纽约在内的美东地区三个大城市的中国城 正受到兴建高档化楼宇的影响 低收入家庭被驱离 传统社区正逐渐消失 但是于金山说 即便在老城区外围建造高档楼 被拆迁户也受到纽约州纽约市 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权的严格保护 于金山担任德兰赛街一个大型重建计划的工作组董事 他说所有居住员号码的人都有优先搬回新楼去的权利 所有的大楼里面要保持10%的低收入 10%的新年 纽约中国城的华裔人口在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亚美法律与教育基金的报告也表示 纽约中国城是个例外 老年人口不减反增 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 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以后不愿再回来 陈作周指着该组织倡导的口号 崭新活力 建新联络 崭新形象说 正如一位教会长老告诉他的 中国城的关键问题是已经老化了 应该有所突破 不过于金山表示 很多侨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并开始用中英双语开展工作 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他认为美国对华人来说 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一个相对起来 还是一个人间乐土 主要中国人 只要中国人不断地进入美国 中国城就会继续存在 而且继续发展 就跟其他的社区一样 在城市商业改造和权力保障的再平衡过程中 纽约的中国城一定会不断地变化 但是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 似乎也是可以确定的 美国之音方斌小婷纽约报道 在城市商业改造和权力保障的 在城市商业改造和权力保障的